今年增進這個藝術類 我覺得很好玩喔 有氛圍呢 圖像色彩的部分 還有音樂的部分 所以呢 你看 基本上呢 它的內容很豐富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一些喔 圖像的部分 因為它用了很多很大師的名畫 然後讓小朋友去找對應喔 這個是賽巴斯提亞諾的 李奇的一個很有名的畫 那它就是叫你找 譬如說 欸 你找得到他能嗎 是一隻手喔 在這裡 你找得到這個在哪裡嗎 喔 是取一手 去對應很多很多名畫喔 像這個是反骨的名畫 大家都知道齁 然後也是找 框框 框框出現的在哪裡 好多好多名畫喔 這些都是喔 也沒有 就是我們常常在書裡看到齁 這是那個 這是寶羅上 賽上的畫齁 去找對應的 哇 這個也是很有名喔 這是那個 塔耶伯特 古斯塔夫的名畫齁 很多啊 你看這個都是 你們都耳熟能詳的 泛文的名畫 然後如果是 你看你是要缺的地方 你可以幫我找到嗎 這圖案的部分 這個比較有趣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有趣是 很適合泛泛這種文盲齁 你找得到翁這個字嗎 你看得出來嗎 這樣齁 對應中文字 古字的對應 我覺得這很有趣 那這裡是要觀察 很細微的觀察齁 就圖像那個這個頭 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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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樣去找 所以圖案 圖畫的部分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是說 我們這些圖形轉了一個方向之後 會是什麼呢 好 這個 往右邊旋轉 那就代表橘色跑到這裡了 OK 那答案就是它 OK 它 我不動 我不轉 這個意思是不轉 它就是藍色 我要轉一次 那就是橘色跑到這裡 橘色跑到這裡 然後再來是綠色 綠色會到這裡 然後再來是藍色 然後再來是藍色 好 這個是只轉兩次 好 那代表橘色在這裡 橘色在右上方 答案是它 好 這是轉兩次 所以一次 兩次 藍色會跑到這裡 這就是代表轉一次而已 所以藍色的部分呢 有點差 欸 這其實蠻有趣的 這要小朋友的頭腦要夠靈活 好 這也是 它說 欸 右邊的圖形呢 如果像右轉90度喔 好 90度 那這個圖案就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還比較好找 因為這至少圖形上可以對應 那像這種 蠻有趣的 它說 左右兩個相對應的圖形 想想圖形有沒有被轉過了 好 比如說像這個 它 左右兩側 轉 那請問它在哪裡 轉過了喔 有紅色 轉過了 欸 看起來很像它 我看看是不是 左右兩側 請選擇與答案相對應的按鈕 圖形是否被轉過了 這個有被轉過嗎 好 這個出現在它這裡 有沒有被轉過 你看它好像有被轉過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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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沒有被轉過 沒有 藍色 這個有沒有被轉過 有 因為黃色跑到這裡 來去答案 答案 答案 這個有沒有被轉過 基本上去看 看有沒有轉過 有嗎 其實這蠻好的 這我還是要看一下 右邊的彩色放到旺花筒裡 你會看到什麼 其實就是找元素 有元素在 你就會看到台灣黃色 這個旺花筒 對應的 那就是它 今天是不是很棒的節目 萬花筒 這很好玩 所以你看其實藝術類型的 不行 用色彩 然後去包裹萬象的題目 讓孩子的頭腦做變化 或像這個 你看這個會出現萬花筒的話 是哪一個 你可以有葡萄 鳳梨 西瓜 你就看哪一個 有葡萄 鳳梨 西瓜 變成萬花筒的圖形 真的蠻有趣的 變成萬花筒的圖形 這一樣也是轉 右邊 鏡子折射 這很明顯 鏡子折射 好 那也是找對應 它的另外一半不見了 你可以把它找出來嗎 或是 這個我覺得很好玩 這個題目 它說 沿著虛線對摺 一把它摺起來 哪些圖案可以重疊 這很明顯就不能重疊 這個可以重疊 對摺可以重疊 它不能重疊 它有多摺下來 這討厭孩子的反應 這也是 摺色後會變成怎樣 然後另外一半不見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愛玩意思 圖像類 那音樂類別 這個就是找出一樣的 這個好像也還好 但我很喜歡它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顏色的對比色 比如說 你可以找出來它 你要找到很像喔 但像這個呢 它的對比色 是不是就是它 好嗎 欸 它 你看我這樣看眼睛都不一定 欸沒有沒有 這個是這個是這個 你看 顏色其實很結實 很細微的喔 像比如說紅色 你要 它是對應它 那請問它的隔壁 你眼睛要彈清楚 這題目真的都很好玩 其實雙面都有題目 雙面都有題目 然後像這個也是 右邊是哪一個水彩混在一起 這都紅色嘛 所以就是它 橘色的話就有點像是 紅色加黃色 紫色的話就是藍色加紅色 其實蠻好玩喔 考你那個色彩的概念 還是混色 色彩的概念喔 泥土混混色啊 或者是這個 比較像哪一個顏色混在一起 黑色跟黃色 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色彩的概念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眉材的部分 眉材的部分呢 就是要考你說 你覺得這個是哪一個物品 印出來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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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哪一個物品 印出來的痕跡 好 但我整個是這個 那這是哪一個物品 印出來的痕跡呢 好 高更新 你看 是不是很好玩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好 或者是這個 他說 右邊的印章會蓋出什麼樣的圖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蓋出他 那這個蓋出他 你看 考驗小朋友的反應 跟邏輯思考的能力這樣子 好 大概就這樣子